男子騎車在巷口停了下來 因為他是準備停車 結果竟然又騎車離開 不到10分鐘 只見他又掉頭跑回來 就在巷口來來回回 行為相當詭異 結果幾個小時後 一戶名宅伯黎竟然變成這樣 伯黎破了一個大洞 甚至地面上還可以明顯看到 鞭炮炸過痕跡以及殘骸 原來剛剛這名騎士 就是來放炮尋仇的 其實雙方都認識當初 嫌犯是先在這個路口 徘徊了約三小時 看準時機就到這個住家門口 來放炮立刻離開 案件發生在新北市一處住宅區 27號凌晨一點多 大家熟睡時間突然驚天一響 原來放炮的34歲高姓男子 幾個月前坐朋友的車到基隆 途中自撞 導致他受傷多次找對方父親談判 想要鎖討醫藥費 卻頻頻吃閉門根 一氣之下才會到 肇事駕駛住家外放炮 警方貨報循現11小時逮到人 高姓嫌犯被一恐嚇回損 以及涉違法寒送 只見他聽到媒體問話 一句話都沒說 有毒品前科的他 平時打靈光維生 這回為了車禍後的醫療費用 卻用最壞的方式跟朋友討錢 這下友情沒了 一切法庭上說 TVM新聞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道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拐大視頻 很多人都是成功的